1000款的冰淇淋你会买吗 反正我是不会的 但是我能接受这个现象 市场经济不是强买强卖 为啥不接受呢 不过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有的冰淇淋能够卖的这么贵 最近茅台冰淇淋不是非常火吗 它官方售价是五六十块钱一杯的 但是在电商平台上 已经被炒到上百块钱一杯了 三种口味的组合套装 甚至高达上千元 但是虽然价格高得离谱 依然没有挡住消费者的热情 I茅台数据显示 这个茅台冰淇淋上限不到一个小时 就卖了四万多杯 所以为什么这么贵 还有这么多人要抢着吃呢 几百块的冰淇淋 难不成真的比几块钱的冰淇淋 能好吃一百倍吗 上千块的冰淇淋难道真的值吗 这是不是在炒作呢 我们今天可以试着来弄明白这些问题 首先看几个案例好了 芒格曾经问过商学院的学生 问他们说 什么时候涨价可以提升销量啊 对你没听错 涨价提升销量 大学生一脸懵逼 然后芒格就说了 他有个朋友是生产复杂仪器的 产品是很好的 但是销量就是很差 之后呢 他们就去调研了一下 发现原来是因为产品定价太低了 人家客户担心 你这个质量是不是有问题啊 所以就不敢买 后来他们就涨价了20% 之后呢 销量也随之上升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的是 很多时候啊 消费者无法判断产品的质量 他们是根据价格的高低 来倒推产品质量的 因为绝大部分人会相信 好货不便宜 便宜没好货 再举一个例子 在1961年的时候呢 宝洁推出了纸尿裤帮宝市 消费者们觉得这个纸尿裤 确实比传统的尿布要好用很多 但就是太贵了 舍不得买 那如果你是宝洁的话 你应该怎么做呢 降价吗 宝洁没有降价 他推出了另一款 更高价的纸尿裤 这么一对比之后呢 大家就觉得 这个帮宝市好像也没那么贵了 帮宝市一下子就大开了小路 而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的是 消费者通常无法判断 一个产品到底应该值多少钱 他们只会做比较 贵不贵是比较出来的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买一把 一万多块钱的雨伞 关键是这个雨伞都不防水 先别急着骂娘 如果告诉你 它是库奇和阿迪达斯的联名款 在挂上了这两个大牌之后 是不是感觉就没有那么夸张了呢 这个背后呢 是品牌效应 消费者身份认同等等的因素 在起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到茅台的例子 综合以上几个案例之后 会不会有了不同的视角呢 其实我觉得 把茅台冰淇淋的价格这么高 原因是很复杂的 我们很难用一句 简单的炒作来概括 这个背后可能有供需关系 有品牌效应 有价格锚点 有消费者身份认同等等 多种因素在共同的作用 所以说呢 上千块的冰淇淋 到底值不值 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如果弄清楚 它背后的逻辑 会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商业世界里 更清醒 也更理智 所以说 卖多贵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在于 你能不能卖得出去